在之前的视频中,我给大家介绍过35岁的邓丽君和33岁的邓丽君。 这首恋人啊是乐坛才女五轮真宫作曲,填词并演唱的一首歌。 这首歌曲调一阳婉转,演唱起来难度极大,是它的代表性歌曲之一。 五轮真宫,1951年1月24日出生于东京都中野区,是日本1970-80年代的著名唱作女歌手。 她的歌曲在整个东南亚都很流行。 1972年10月,她在CBS心里,也就是今天的索尼,正式推出首张个人大碟《少女》。 这张大碟是在美国加州录制的。 在这张专辑里,她展示出惊人的创作才华,几乎包办了专辑内所有作品的词曲创作。 后来,五轮真宫以平均每年一张唱片的速度在乐坛走红,并开创了属于自己风格的音乐路线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《猎人啊》这首歌大约创作于1980年,五轮真宫作词作曲并自己演唱。 五轮真宫少年时曾受到良好的古典音乐训练,轻雅深邃。 爱而不伤,她的创作多半带着某种均匀的人文气息。 情感细腻,婉约,真挚。 仿佛浩瀚而又波光烈焰的湖面。 邓丽君也把这首歌译成中文恋人。 邓丽君的中文演绎堪称完美,高音处的处理接近美声。 感情运用恰到好处,最后一句,在我的生命里。 真假音转音自然圆润,从前面高亢到此处的轻柔。 另听者感受到了感情的酣畅淋漓。 整段演唱难度极高,但是邓丽君却演绎得游刃有欲。 我们来欣赏1984年邓丽君演唱的中文版的恋人。 为何你这样人喜欢来把我抛弃? 我的爱仍有,不要离开我。 世界上没有人来把你抬起,我不能失去你,我不能不爱你, 无论没有你,在我的生命里。 五轮真宫即作曲,填词,主唱于一身,被公认为乐坛才女。 对香港乐坛的影响。